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9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我们也先看一下原始点的运动片 然后我们接着开始直播 好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运动的影片 我们大家就动一动 下面分享坐在椅子上的综合练习 首先我们坐在椅子上 我们先做头的练习 转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歪头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低头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转头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手的练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握拳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反面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转关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反面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肩关节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单手画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向前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反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向前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扭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旁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画圈 一 二 三 四 向前 六 七 八 向后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双腿的练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往回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向前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向回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双手扶膝盖 肩膀 一 二 三 四 肩膀往前 双手推膝盖 七 八 向外 喷膝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把 单肩向前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单腿向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换腿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换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换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辛苦了 老师 我们先分享一个甲状腺节节自我按推的 我们先看他这一段影片 我的甲状腺节节主要在右边这个部位 之前是鼓起来的 我每天操作就是大约十分钟超过一些 就是在脖子这边的筋这样的揉 一路上揉 每个点大约揉十下左右 一路上揉下来 就是书学长一开始帮我示范的时候 这边所有的筋都是挺堵的 就一路上这样下来 这样一条 然后这第二条 基本上就是说 把整个脖颈都揉一边 之前这里都是很堵的 还包括下巴这里 也是很堵的 非常非常痛 一开始出很多眼泪 鼻涕 然后 还吐痰出来 真是痛得 非常难以忍受 这样一条 然后自己可以再增加 这个一条一条 上上下下都可以这样一路上上去下来 每个点多揉一会儿 然后 这里之前也是非常 堵的 就有那种 非常痛的地方出现 这边也是非常痛 这边也是 然后还有这边锁骨这一圈 也都可以 也都要揉 一路上这样揉下来 医医学长还教我这样 在天突穴的旁边 天突穴 这样揉 天突穴旁边 这样增加 天突穴旁 右边这样 一边揉 一边会咳嗽 然后右边也是这样 对称的一路上揉 一开始全部是堵的 后来苏学长帮我指出 这里 中间有一个点 是非常非常堵的 他说你感觉到了吧 我说感觉到的 好痛好痛 然后 回来以后 我就着重在这个 点位 再加深揉 是痛得无法忍受 但还是要忍下来 在这样一路上 把所有的点都揉一遍 在四月份的时候 发现 这个节节周边 这里 也有个堵点 于是也把它揉开 围着节节一圈 也一起揉 我现在是 把进程加快了 因为要拍视频 平时揉的时候 每个点都要仔细 揉个十下左右 然后 一开始是抹上浆糕的 抹上浆糕 只要是发热的都可以 水润浆糕 那个浆乳都可以 就这样一圈揉下来 耳后我也会增加 耳后我也会增加 增加 揉了以后再顶压 这个耳后的点 包括这边 大脖筋后面的点 就是整骨在下面 有筋 这边也一起 一起揉 然后再顶压 顶压的话 感觉会有传导感 传到头顶去 基本上就是这样 老师这个是他自己按推 我们看一下他的PPT 他有自己介绍一下他这个经历 老师他说他51岁 他在2009年的时候 检查出有甲状腺结结 刚开始是0.7厘米 然后逐年慢慢增长到2021年 长到2.4厘米 是软的 然后2021年 体检的时候 发现软的下面 又长出一个 一厘米的 实性结结 也就是说是硬的 然后到2023年夏天 他突然间又暴涨 那肉眼就可以看见他胖出来 以前是看不出来 然后摸上去是软软的 10月份体检 变成3.7 乘1.6厘米 而且左侧的甲状腺 也有一个0.2厘米的 那工艺点的学长是 帮他处理 在结结的周边 暗柔 在结结上面也挤压温敷 但是效果不明显 刚好那个时候 有一个学长在调理 也是调理脖子 结结比他还要硬 但是比他小 他整个脖子 颈椎都疏通按摩 加上热敷 结果这位学长就变小 就消失了 所以他就告诉他 只要你一直按推 然后能够疏通 他就进行示范给他看 叫他双手在脖子上 就要一直按推 然后他就把他很多的点 堵在那边的很多硬块 他就用力推 他说他疼的都是眼泪鼻涕 又是吐痰 然后痛得很厉害 后来他每天就自己就是这样 一直做 一直自我按推 然后温敷 那学长是叫他说 用工具来按 因为这个方法就解救了他的手 因为其实每天这样子大力揉 手真的是很酸 都快断了 所以他在某一天 他突然间发现 有点小下去了 他就非常高兴 他就想 这是往好的趋势在发展 然后2024年1月 他就发了一次低烧 结果呢 结节好像一下子又变大 变硬了 之前是不硬的 按上去周边都是痛的 他量一下尺寸 最大的时候 到了四成六厘米 所以他挺沮丧的 但是他对原始点还是蛮坚持 所以他继续 他是先抹上浆膏 然后他就用工具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工具 他就按推 包括耳后啊 整骨下眼 整个脖子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 到了二月的时候 他感觉有稍微变小 但不明显 那那位教他的学长就说 你一定要进一步再加工 比如说要他右侧的 那个中间的堵 非常硬 就要再用力按 然后结节周围的那些筋 都要用力去按推 所以他就照着做 然后花很多的时间 去把它揉开 在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他忽然间觉得 哇缩小了 那学长们看他也变小 大概两个星期 他很明显的 就从缠斗那么大 然后又变薄了 后来就像一粒花生米 然后现在就像一粒枸杞 实在是很神奇 那这段时间 他也感觉 就是喉咙里面都有分泌物 非常的多 然后不停的也在排出来 但是觉得嗓子就变得越来越清爽 然后当然他这几天还是持续的一直在努力加工 在按推 那他觉得越来越小 那用工具按推呢 可以战胜他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经历 分享给大家 然后他也感谢 那工艺点的学长们 尽心尽力的指导说明 然后也一直很关心 支持和鼓励他 他下面有一个比对的照片 他2023年8月31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好大一块 然后2024年2月24号的时候 都还看得下面还是蛮肿大的 然后最后一张是4月24号 这一张就很明显的 可以看到都缩小了 这是他的分享 老师点评一下 这个其实做得很好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用原始点来诊断 如果有硬结肿块肿瘤 然后要看他体力好不好 如果好 那就是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所以他用不求人的工具 自己这样按 那是对的 那按推一定要找痛点 而不是在一定要按那一个硬结肿块的地方 只要有痛点的地方 就像他说的 整条筋都找 那里有痛就把它按开了 那个肿瘤自然就会缩小 那按推 所以一般如果会这么大了 有时候痛点都在深层 所以如果按表层的话 力道自己按又不够的话 确实是要 有时候要别人来按 或借助一下工具 然后自己顶到深层 然后一个一个痛点把它解开 那这样效果就会明显 那显然他是做到了 然后他也有提到姜膏的问题 我是觉得现在姜膏是早前原始点发表 但因为作为热源来看 姜膏还是不够 所以现在几乎前久的推广 还是以姜粉泥为主 我觉得他可以涂姜粉泥 配合这样按推 应该效果会更好 那这个应该对他来讲 算是一个很成 对大家也是一个鼓励 对他来讲 也可以说是他解决心中大患 也算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也恭喜他 那我也让后面有类似的患者 可以学习 应该效果都很好 好 我就评点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来放一个轻松的 有一个中风两次的一个患者 那在南湾已经做好了 那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小提琴家 我们放一段他的分享 两次中风小提琴家康复分享 这位患者曾经两次中风 心脏也有问题 医生也建议他要手术 志工建议他太虚弱 不宜动手术 先用原始点条理看看 我愿意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愿意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我已经过十年了 患者的疾病了 两个人其实 recently also they diagnosed my arteries in the heart with severe blockages which I really try not to go on there the surgery as doctors recommend a couple of years ago a dear Chinese neighbor introduced me to come 我来到Yuan Xie Dien 这些兄弟和姨姨是不少人的英雄 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方法 他们用特别的能力和折磨码 他们在我认为我的草莓、草莓、草莓、 某些限制和我的悲惨和悲惨和悲惨 so I can obviously feel much more energy as a professional musician I could not play my instrument anymore and now I am to a certain degree recovering I am forever grateful to this center God bless them UNCBN is the place Thank you for sharing Mr. Payman Yes Can you elaborate a little bit more details about what you do every day to improve your health Yes, since I was introduced to this foundation they went through some details about my diet and also encouraged me using the heat pad and there were certain foods that I didn't know that's really damaging for the body so they monitored that for me and they encouraged me to apply more heat to my food such as ginger cooking with ginger cooking with chili powder and basically to avoid things that we call cold such as a lot of fruits or vegetables unless they are cooked in certain way so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at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原來他是小提琴家 以為自己這輩子都不可能再拉小提琴 沒想到原始點的條理 讓他恢復到可以重拾他的最愛 免贖小提琴 當他帶著心愛的小提琴在推廣點表演 給所有的志工們表示感謝時 大家都好感動 and the and the the we and t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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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拉的很棒 他是一个音乐家 我们做完才知道 他是一个音乐家 好莱坞的明星 他带了小提琴 他很高兴 他来弹给我们大家听 好 那这个就先播放这里 请老师点评一下 这个也是蛮精彩的 从举步为坚 寸步难行 这样能够恢复 确实是一个生命的重生 有时候我在看到 每次看到中风患者 都会特别感动 因为中风对患者来讲 它是一个重大打击 对他的整个家属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负担 所以一般中风会让全家陷入 很困扰的境地 那原始点能够这样 适时的帮助他 告诉他用什么方法 走回健康 我相信对他来讲是一个激励 也可以让很多患者了解 中风是可以恢复的 这个也是非常精彩 好 我们接下来是 香港他们有做一个皮肤病 然后是湿疹 它也好得很快 这个香港他们要分享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欧秀文 我就有严重的湿疹 其实发病的时候 就是2023年 就是去年的11月初 去到现在其实都成半年了 我在其中就看了很多中医 西医各样都专科 都看也都不好 我湿疹的程度都非常非常严重 我想都有些图片看 而且都是不断地脱皮 流浓水 又干 然后又再爆裂等等 就走路 其实全部影响了生活 所以我自己都停了很多 其他我自己平时的学习 那些这样 接着我听到 辞职的师兄就介绍我来 就是如此一定要来 我就真的来了解了之后 接着就非常相信 还有在治疗过程里面 也都有得到 妹姐很识心地去照顾 去解释 解释很清楚 我一个星期来中心有两次治疗 然后妹姐就帮我做案推案 也都有做到疆泥的推背等等 各样的环柱都有帮我手做 那就做了安疫时就做了五次 今天做了第五次的治疗 那其实基本上就都没有浓水了 都收干了等等等等 那也都不是好像以前那么狠狠那样 那也都不需要戴手套了 以前呢我都天天都要戴黑手套 那现在就不需要 那去到现在我都很有信心 那一定都会很快就会好回 那但是我都想在这里呢 有三点都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那第一呢就是我在看中医的时候 一路的概念呢就是中医都叫我 你不要吃那些好新辣的东西啊 尤其是那些香料啊 辣的东西啊 姜啊等等那些 那于是我就回避了很多 那当然他们的中医都应该都会是很多 去湿啊排湿啊 但是都可能寒凉的 那于是乎我发现 好像都没什么效果 那但是来到这里呢 就叫我刚刚相反的概念 就是要喝多些姜水 好浓的姜 吃一些瘟疫的食物 我自己最初都觉得这么奇怪 那于是我自己先行就试了用姜先的 那发现咦不是哦 原来身体很接受 吃完之后很舒服 出了很多汗 原来发现是真的好的 就变成了不恨先了 第一样 那还有见到那些皮肤都开始慢慢去平复 那所以我觉得是 一定要先打开自己个过往的概念 是 不是一定你以前想的东西 是一定是对的 所以来得去治疗就先试一下 那还有 都是发现 是哦 我喝了姜水 做了很多这个治疗 热能上面的治疗之后呢 我反而每一次做完之后呢 自己都觉得很精神 很开胃 觉得好像 咦好像 明天会好 这样 那是个真的感受到的能量会回来 那所以就这个我自己很有信心 很快将来都会好 那我个姜是其中一个我自己发现 在这个瘟疫治疗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点 大家真的要留意着 还有我立刻那一开始就不再吃 就是生冷东西 水果啊 冬饮等等等等 各样这些东西 那样煮食下 都是用很多的姜那样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 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还有帮助我很多的 那第二呢就是运动 那我以前我都一直有运动的 那但是因为濕疹之后呢 很多东西都不方便啊 不舒服啊 那就没有运动啊 都成半年了 那原来运动是这么重要 虽然以往都知道 但是呢 就是有时候懒了 没有做 那我自己都感受到 现在我做完运动是 好像真的那些皮肤啊 各样的身体的状况呢 是跟以前是真的有不同 还有是比起我那个病患的时候 那个状态呢 是真的帮助到很多 那所以就是第二点我想 就是跟大家都去分享呢 就是麻烦的 每天都运动 那我现在的运动呢 我就是每天都会做 半个钟头的慢跑 超慢跑 会走樓梯啦 那我现在走到是 每天都有成百多级樓梯啦 那也都有做深蹲啦 那我自己都有去做gym的 所以都继续去做这个肌肉训练啊等等 那所以精神我觉得是很明显很明显 做完第一次治疗开始 已经觉得整个精神都是好了很多 还有有信心 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失落啊 好好惆怅啊 好抑郁啊那些那样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 很大很大的得着 还有这一套的教导啦 就是姜水 用姜的字 还有运动 我估就算我好翻 都可以跟我一世 可以去保持自己去做 练好身体 保持身体啦 那还有是 完全是你不需要花你任何的钱财的 是完全是 大自然给你的东西 是可以好好地保存自己的 那也都当然这一样东西 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人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感谢认识的 那希望我日后 都有机会去帮助到其他的人 好 看看你的手现在变成了什么 哦 基本上都收了 跟之前差很远了 是啊 是啊 差很远了 做了几次有这个 好翻了你觉得 你第一次和第二次 第三次的分别在哪里 每次都是越来越平滑的 嗯 还有越来越痕小了的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都是 很开心的地方 那还有很明显地 我去其他的 见其他的朋友的时候 他们都很明显 咦 今天你不用戴手套哦 嗯 那这个都是一个进步的 一个很明显的指标来的 我们刚从他那个 4月16号第一次做 到最后那个5月2号的比对 他真的是进步很大 是 是 是 好 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是 老师那个最后您传给我的那两张 你耳后肿块 哇 后续接踪这两张很精彩 我们先放老师这两张 请老师再继续讲一下那个耳后肿块完全好了 哦 这一张 对对对 还有一张 是 还有一张 对 这一张 哦 都好到 老师你现在就完全好了嘛 对不对 对 完全好了 也不痛 也不痒 然后整个伤口已经完全修复了 平滑了 就是这个状况 好 那真的很深沉 哎呀 所以 可以自己详解一下 好 早期哦 就是在去年 应该十一月左右 十一月 那时候自己无意中 摸到耳后 咦 怎么那么痛 然后发现硬硬的 然后刚开始这一条线的上端 就是在那里附近找到 然后开始按 哦 按到靠耳背的地方 哦 然后旁边按下去 非常的痛 越深沉越痛 那按了之后 它就开始 呃 流很多血液跟阻滋液 那开始就每一天按 我知道那个是体伤 按了一段时间 发现 哎 下面又有一个硬结肿块 差不多在这一条线的中间那里 又跑出一个硬结肿块来 然后也是很痛 旁边也是很痛 再继续按 那个又破掉 然后组织液是从第一个伤口 跟第二个伤口同时流出来 啊 每一次按 常常是流出的血液跟组织液 哦 一般要用差不多三张卫生纸 才能够擦干 哦 那再按一段时间 发现最下来的 就是这一条线最下 下面的 又有一个硬结肿块 也是很深沉 然后又跑出来又破裂 然后它的组织液跟血液 就是从第一点跟第二点 哦 就是冒出来 哦 那这样每天按 啊 有时候血流多 哦 有时候是组织液流的比较多 这样反反复复 这样每天按 差不多按了两个月左右 两个多月左右就差不多接近元旦了 哦 那元旦刚好也要去演讲 啊 我摸摸看 哎 好像就没有那么痛 有 还是有一点点 但伤口已经修 开始修复了 我也就很放心了 啊 没有想到去香港演讲之后 哦 又得了重感冒 回来发烧啦 整个喉咙没有声音啦 然后再摸耳后这一个 又开始肿起来了 整个硬结肿块都跑出来 那 就开始继续按 又按了两个多月之后 哦 跟之前一样 就是不断的有血液 组织液这样 然后只要轻轻一碰就很痛 然后按到要按到很深沉 哦 那一天按差不多一次至两次 那到了差不多快三月的时候 哎 这时候痛点就减轻了 啊 血液跟组织液也比较少了 哦 所以也是留了两个 两个多月哦 哦 那再来到三月的时候 我发现每一次按还是会痛 但那个痛不是体伤位置的痛 它体伤位置其实是不痛的 然后因为你在按推的时候 会拉扯到伤口的皮肤 伤口的皮肤会痛 然后伤口皮肤还是会流出一点点 新鲜的血液 那我自己判断 那我按到深层 深层都没有痛点啦 那应该是修复好了 那如果我再继续按 那又拉扯那个伤口的皮肤 它每一次按还是会流血啊 那我认为体伤没有了 应该不用再按了 所以我就停止 那停止一个礼拜 哎 很明显的 它那个伤口就完全修复了 就成为这个 这七天的这两个影片 就看得出来 整个伤口都已经修复完了 那修复完了 你在大力按怎么推 都不痛 所以我更确定了 也谈不上 因为皮肤已经都愈合了 也没有阻止力种种 所以这里让我悟到很 感受很深就是 我们常常在按乳癌患者也是一样 那些硬结肿块啊 有些它只有硬结肿块 不会一直流足之意 有些爆掉会不断的流 像这种流一般都要差不多两个多页左右 那两个多页以我来判断我自己的症状 因为它局部很深 非常深层 然后我是因为按 那个硬结肿块又跑上来 所以这也让我感受 本来是一粒 按到最后发现 深层的还有最后两粒 然后整个最后三粒都跑出来 如果我没有按 以那种情况 我相信这种硬结肿块 还有那个组织液 然后痛得那么深层 我想它一定会慢慢扩散 那我们的肿瘤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有时候腮腺炎啊 腮腺癌啊 这些不就是这样引起的 所以你只要发现就要赶快做 把体伤按好了之后 我感受就是体伤按好了 那你也看都没有痛点了 那组织液也留少了 那这时候应该是已经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是 就可以停止 让它自然修复 那自然修复一个礼拜 我再大力按也没有痛点 再经过第二个礼拜 我再按也没有痛点 然后我按的都是很深层 那就确定了 这个已经完全康复了 那肿瘤硬结肿块也是一样 比如乳癌患者 当你按到那个痛点 慢慢减轻的时候 它硬结肿块 这些肿瘤 它都会变软 甚至消失 变小消失 然后都没有痛点 它伤口就会修复 所以到没有痛点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停止操作了 好 我就自己分享我的 这个 这一个自己身上发生的 我发现也给我学习很多 嗯 好 谢谢老师 我们也学习到 然后我们接着放一个 老师你上次在台中的时候 讲那个涂姜粉泥的这个问题 我们先放这一段视频 好 那他处体伤 你如果都能解症的话 症的不是感觉觉 你先不用管腹部的 你先在脊椎两侧 先涂一下姜粉泥看看 这时候一定可以接受 我认为不可能不接受 那背部人接受 反推到前面怎么会不能接受 那就是手法上面 我认为第一个 我发疑是手法出了问题 很明显的就是84岁能忍受 你30几岁不能忍受 我就直接不可能 因为我做那么多的 从未遇见一个 一定是在手法 或是在图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做过乳癌 我认为是在图的 乳癌 有些人周围一碰就很痛 不用从根部 我稍微碰一下就很痛 有没有 他平常你没有碰他也说 我这里都会脏脏痛痛 他觉得就是乳癌太大 肿瘤太大 然后让他分解 然后他们就不大改 叫他们回家 他们也不干涂 涂浆很亏 但像这样的患者 几乎10个 我有10个都从他处解决过 没有一个例外 然后安堆完 他就松了 他也不痛了 这时候再读 教的你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根本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然后书又写得很明确 痛多属他处体伤 那表示你们的体伤解决的程度也有问题 比如表属可能解决 深属可能没有解决到痛 然后热进不去 我常常讲 你在塗胶门泥而热进不去的时候 他会有着热感 或是很不舒服的感觉 你就要先 你他处体伤有没有真正解决 这个是一个很重当 这个是一个基本概念 我说你们再回想我书本上写 反所有疾病症状以衰老异常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对吧 对 那不是体伤就是热能吗 那你热能进不去一定就是体伤 这个从如果真的熟读了我的书 然后深信不疑就可以找出答案 根本不用问 所以我在这样看两个 我说从果推因嘛 然后看到两个地点在问 然后同样皮肤病 一个老的做得出来 没有这些问题 然后那一个做了 然后很谨小胜微 然后又做不出来 那就代表第一个没有自信 然后第二个手法也有问题 所以做不出来 反正就是有问题 有问题不是手法就是热能 然后再涂也不能用蛮力 我请她就是她是蛇癌 蛮年轻 那我就帮她做整个头的这个按推 僵硬按推 然后那也请她 爸爸妈妈回去帮她用 结果第二次来的时候 这边全部都长红点 可以这样 好皮肤会长红点 我们说的不坏就是湿疹 因为我们对于皮肤这些 都要干爽透气 其实不管伤口或是什么 都是一样 那涂浆粉你一定要涂到很干 干了之后还要把蟹蟹疹剥掉 一般不容易有起疹子 那会起疹子就是流汗或湿疹 或是那些 如果她没有擦干净 她也许温敷什么闷住了 这些都有可能 反正就是 如果没有做到干爽透气 一般才容易起疹子 一般正常是不会起疹子 如果浆粉泥会起疹子 那每个人来不是涂一涂回去 都出了这些疹子 所以这个一听就知道是不可能 那一定是在操作中又出了问题 所以你们一定要怎么样 开始交到这么久了 也学那么久 要有独立失误 然后自己怎么样 遇到问题找答案 如果她有痒 疼痛酸麻痒 必须塌处体伤 塌处还是要解决 然后塌处体伤解决了 整治什么状 状就是指伤口皮肤病的 这一系列的都是 那状不可能立刻解决 写状必属患处体伤 不是写必属 那必属患处体伤 你当然就要涂姜粉泥 然后还要配合患处的按规呢 然后一起推一起涂 这样才能解决呢 所以患者不管怎么讲 好我是涂姜粉泥引起 我都不信 一定中间有出了什么问题 我还是会照做 如果依我了她处体伤解决了 我必然还是从患处下去 那患处的处理方法 其实涂的有效没效 还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你们在涂 那个力道都没进去 都在涂表层了 那个热进不去 患者会灼热感 什么都会不舒服 反而有烦效 你们就会说 有些人是不是 那是不对的 好 老师您要不要再补充一下 好 这个其实很常见 各地方做不出来 常常就是不坏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这里也都有讲 但是很多人就会想去改变 比如说它不适合姜粉泥 我看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你一定要先把体伤先解决 那在图 图的方面 我们影片也都有讲解 我是希望读者一定要多看影片 那对这些实战经验才能 才能够更深入了解 那按推手法真的很重要 譬如我自己的耳后的肿瘤 如果我没有大力去按道深层 我看真的不容易好 我也在想 像我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那一直留患者 两个月他们心情一定很挣扎 那像很多这种皮肤病 然后就不能涂的 这个其实就更简单了 那个体伤解决 然后有时候温敷的时候也要小心 有时候温敷我们用 早期还有用保鲜膜包裹 那个让汗都流不出来 里面都湿湿了 你不擦干净很容易就引起皮肤病 甚至我们书本上也有写 如果像一些硬结肿块破裂 流出阻止液 流到外面皮肤的时候 你没有擦干也是会很痒的 那再来你汗没有擦干净 黏黏的在皮肤 有时候就会起疹子了 所以这些问题都要在做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播到这里 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 6月16号的课程 是乳癌处理教学系列3 好 我们下个礼拜见